T恤木 跟蓄集一樣 都是有分行當的 第一個是半絕半科的表演 第二個是花蓮行當的表演 基本上我們都是用閩南語 因為它肢體語言很豐富 所以就不會受語言的限制 基本上我們都是用閩南語 墨頭在墨系裡面是很重要的 但是因為墨系每一個結社都是要根據墨頭來切掉 主要是這兩條線是控制整個生和墨頭的活動 這個拿勾牌都有固定的姿勢 然後怎麼夾線 那麼線怎麼挑線等等 這些都有嚴格的規定 線的多少是根據解釋的動作的需要 那麼就是說 當然線越多操作難度也大 那麼我們做越多的線能達到四十幾條 我從十二次又見到這裡面 這個墨頭沒有力氣是刻不下去的 所以說那個時候這個刀都要靠在這個肩膀上 然後用這個肩膀再吹 才可以刻 其實我們每一個體線墨的演員進來的時候 都要經過一段至少要三年到五年的這個基本功的訓練 那麼我們這一套基本功也是傳承了一千多年的歷史 那麼我們這一套基本功也是傳承了一千多年的歷史 而且套路 很漂亮 我喜歡這套衣服 這套衣服 這套衣服 都可以加上了幾個美麗 身材 都可以用這套衣服 除了我們 我們也用來的 彼此氣正有時間 每个人都在想,他们在想制作。 这些工作人员会遇到这些工作人员会遇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ccording to the health hazards, it is estimated that around 1 million people continue to earn their livelihood from the Bengal industry in Pakistan,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demand for it will ever drop.